黄瓜到底需不需要打顶打侧枝呢 不要盲目跟风往上说的 让你打侧枝你就打侧枝 让你打顶你就跟着打顶 首先呢黄瓜需不需要打顶 要看你买的黄瓜品种 是主腕结瓜还是侧腕结瓜 一般呢种子包装背面呢都会有说明标注 或者是看蝸牛是长在主腕还是侧腕 一般呢有以下几种情况 我们再判断是否需要打侧枝或者是打顶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以侧腕结瓜为主的黄瓜品种 当这个黄瓜出现五到四片真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掐尖或者是掐掉生长点了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依靠主腕和侧腕同时结瓜的黄瓜品种 是不需要打顶也不需要打侧腕的 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以主腕结瓜为主的黄瓜品种 是不需要打顶的只需要剪掉侧枝就可以了 再一个呢就是种户种植的黄瓜 如果是落架栽培的黄瓜呢 不用打顶保持落腕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当我们的黄瓜主腕长到一米以上了 还没有做瓜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的打顶了 黄瓜到底需不需要打顶打侧枝 长多高打顶 需要考虑的因素呢有很多 比如说黄瓜品种的因素 搭架方式 绑腕方式和生长情况都需要适当的进行调节 不可以生搬硬套 现在您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